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生意与比朝阳 诗经大雅当中描述的秀美壮丽之境 还有宜然自乐之态 数千年来一直为人所艳羡 据传这个凤岗之名也是正源于此 凤岗的秀美在于宜人的山水风光 而凤岗的壮美源自于深厚的历史文化 而说到凤岗的历史 不能不说凤岗的客家文化 凤岗镇是东莞市的客家人大镇 麒麟武已经有450多年的历史 客家百年来流传有一句俗语 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 好比麒麟听罗响 这不凤岗镇竹塘村的张思丁 今天就遇到了高兴事 今年已经65岁的张思丁可是不服老 这不又开启了酒楼 今天就是他的酒楼开业的日子 这样的好日子自然要请当地最有名的麒麟队 来武麒麟热闹热闹 说起武麒麟跟张思丁可是有着不解之缘 武麒麟就是我太公 和我爷爷和我老爸 现在传到我就是第四代了 现在第五代就是我传下给我儿子 我们年纪大了 大家都要传下去了 那麒麟不要食传 那客家传统 虽说张思丁打小就开始武麒麟 可要说起当地客家人武麒麟的传统 最有发言权的要属竹塘村农民张马通 因为张师傅这些年 一直在整理麒麟舞在当地的发展 五麒麟是一种来自汉族民间的传统民族文化活动 据考证凤岗麒麟舞是凤岗客家人从北方带到南方来的 多在特别的节日中表演 有祈福庆祝的意义 据张师傅说凤岗客家人之所以喜欢武麒麟 跟他们早先的居住环境有很大关系 各家人都是在山上住的多 在山上住的就是很危险 麒麟是个几枪富人 几枪富人就保有又落下村民 虽说麒麟是吉祥物 但有时又充满着神秘色彩 有些仪式你想看还未必看得到 刚刚加入竹塘村麒麟队的阿超就遇上了这事 我从小就很喜欢看武麒麟 今年我17岁 最近这两个月才加入到这个队伍 我非常想看麒麟的开光 但是师傅们就师傅给我看 麒麟开光到底是什么样的仪式呢 为什么阿超连看看都不行呢 我们老祖宗上一辈传下来的规矩 这是麒麟开光之前是还没有开幕的 还眨着眼睛 我们在眨眼睛 在采清之前不能碰到任何一个外人 还没有拜师 他就不能说是我们的队员 再眨一点点 就因为阿超还没有正式拜师 所以麒麟开光的仪式就不能参加 麒麟本是吉祥物 为什么麒麟开光的仪式 却搞得如此神秘呢 麒麟是一个吉祥物吧 它可以驱魔除外 应付正堂 在没有开光之前 没有开幕之前 它是很凶猛的一个动物 所以我们开光都在采始在个晚上 人正深耕的时候才开光的 不碰任何一个人 我们的编导也很想看看这神秘的麒麟开光 可既然是凤岗客家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 咱也不好破坏不是 虽说麒麟开光编导是无缘见识了 可编导却有幸目睹了麒麟对出发前的拜神仪式 这出发前的拜神也是有说法的 因为客家人武麒麟除了武之外 还会有拳术和刀枪器械的表演 这刀枪可是不长眼啊 所以麒麟队队员出发前 都要挨个儿地拜拜土地爷 关二爷 祈平安保吉祥 今天张思丁的酒楼开张 自然少不了竹塘村的麒麟队 武麒麟送吉祥 良辰及时一道 锣鼓喧天颠炮齐名 竹塘村麒麟队和张思丁 请来的另一个村的麒麟队 来了一个麒麟雇舞 大家都使出浑身解数 展示自家的绝技 在这样大喜的日子里 张思丁的父亲带领儿子和孙子 也忍不住要露上一手 爷爷擂鼓 父亲敲锣 两个孙子一头一尾 武麒麟 来了个祖孙三代齐上阵 常言道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这麒麟捂着捂着 怎还绕着酒楼转起圈了呢 祺麟是古代传说中一种象征吉祥的神兽 与龙凤归并称为四灵 麒麟被誉为四灵之首 象征着祥瑞太平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传说麒麟的脚趾踩锅的地方 就为那儿的人带来幸运 难怪这麒麟在张思丁的酒楼里 要嘎啦几角地走个遍呢 要说人家这麒麟队真不含糊 不仅送上吉祥的麒麟舞 还送上一只大大的盒子 这里边啥宝贝呢 您这里边 我看送您盒子里边什么好东西 什么宝贝 能打开看看吗 可以可以可以 那里面没有什么 现在还没有什么 空的 怎么送你空盒子呀 空盒子就是 我们到时候麒麟队走那个时候 我就给他个红包给他 讨个吉利 我明白了 这个盒子不是他送您礼物 是他要讨一个红包 您会把红包放到里边还给他 是是是 哦是这样的 就讨个吉利嘛 您瞧 连讨个吉利都这么讲究 看来这武吉林的动作里 有不少讲究呢 趁着麒麟队表演的间隙 咱赶紧打听打听其中的奥妙吧 您能看出这是什么动作吗 这叫麒麟洗澡 视角 洗须 摇澡 打滚 您瞧 形态低针 动作风趣 武麒麟分为头套和尾套 统称麒麟套 一个舞动麒麟头 另一个舞动麒麟尾 随着打击乐 走出轻重缓急的各种节奏 表现麒麟活动过程 以及喜怒哀乐情绪 我听咱们那位老师说了 说这个麒麟呢 他的感情很丰富 您能不能给我做几种 他这个感情动作 比如说 高兴 行不行 行 来来一下 高兴啊 好的 您瞧 这麒麟摇头晃脑 左蹦右跳 还真就表演出麒麟 憨太可居的高兴劲来 您再做一个生气 生气 特别生气 好不好 好的 这人生气的时候 可不就是浑身颤抖 上下起伏吗 您还别说 这表演者 还真就把人的情绪 赋予了麒麟 要说麒麟舞表演中 难度最大的 当属怕轻 表演者要腾出双手 双手着地 而麒麟的头 只能用嘴咬住 这可是真功夫啊 如果您仔细观察 细细品味 麒麟神态各异 有的乐 有的怒 有的凌空腾起 有的匍匐在地 整套麒麟舞 将武功融入 充满生活气息的 完整套路中 可即兴发挥 诙谐幽默 今天是张思丁酒楼 开业大集的日子 少不了要留 麒麟队的队员们 吃上一顿 富有客家风味的美食 餐桌上 自然少不了客家腊肠 在凤岗镇 老黄家的腊肠 那是远近闻名的 黄晓明是 黄继客家腊肠的 第三代传人 现如今 他们家的腊肠 已经被列入 东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黄晓明做腊肠 用料很讲究 那个瘦肉 就比较脆 做起来 那个腊肠 就比较香脆 70%瘦肉 30%肥肉 肥肉瘦肉的比例 有讲究 而且肥肉瘦肉 还要分开制作 不能像剁肉馅那样 混在一起 客家腊肠 和广式腊肠 不同的是 盐和酱油 要多放一些 100斤肉中 要分别放 6斤盐和6斤酱油 而糖 则点到为止 除了盐 酱油 糖之外 客家腊肠 还有很重要的 一味调料 100斤 那个油力 也要放6斤 那个酒 因为呢 客家人吃的 那个腊肠 那个酒味 要浓一点 选料 混料 灌肠 绑结 用料烤焦 纯香脆爽的 客家腊肠 制作 进入最关键的 一个环节 晾干 一灌好腊肠 用那个 用那个炭火 慢慢地 熏一下 熏一下以后呢 等它 关键了以后呢 就把它 拿出来 慢慢地 用太阳来晒 大概晒 一个星期 左右呢 那个味道 就很好的了 客家腊肠 只在秋冬季节制作 却要满足 一年的需求 因此 如何保存 显得至关重要 客家腊肠 虽说是客家人 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美味 可张思丁的父亲 今年已经90岁高龄 很难享用 这很有嚼头的辣味了 餐桌上 自然少不了 鲜嫩滑香 营养丰富的 客家酿豆腐 酿是一个 客家话里的动词 表示 植入馅料的意思 酿豆腐 即有肉馅的豆腐之意 酿豆腐的来历 和客家人的生活习俗 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客家人 很多都是在 荷兰北方那边过来的 当时的 当时你想吃面粉 就比较难找 所以我们客家人 都用那个豆腐 用馅 猪肉馅来酿豆腐 当成饺子来吃 虽说现如今 凤岗的客家人 随时随地可以吃到面粉 但客家酿豆腐 已经作为客家传统美食 流传了下来 成为客家人逢年过节的保留菜式 客家酿豆腐 要把豆腐斜切成 约一寸建方的正方形 或是三角块 里面塞入猪肉 糯米 大蒜 五香粉 辣椒粉等 拌成的馅料 然后再投入油锅 煎炸一会儿 客家酿豆腐 很适合作为晚餐的主菜 既有营养又不怕肥胖 与酿苦瓜 酿茄子 并称煎酿三宝 煎酿三宝可是客家人餐桌上的常客 而这道客家名菜 荔枝柴烤鸡 可就难得一见了 这个鸡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个鸡就是果肠鸡 两斤重的果肠鸡 为什么叫果肠鸡 从小在果园 果肠里面长大的荔枝园 从小在荔枝园里长大的鸡 你们叫做果肠鸡 竹塘村民张思丁酒楼后 就是一片荔枝园 刘师傅说的果肠鸡 就散养在荔枝园中 当地人也把这种鸡叫走地鸡 所谓走地鸡 多数是农家自己养的 首先喂饲料 喂到大约一斤重 就改用骨子 米糠 叶菜 或是放养在田间果园 让它自己吃草的种子 或小虫子等等 因为走地鸡在自然环境中生长 吃的也是天然食物 因此肉质也比较紧实 你这个鸡烤的时候 是用荔枝果木来烤的 哦 用荔枝树枝烤 对 哦 那这个肯定是有一种荔枝的香味 一定 荔枝柴烤机要用沙浆 干葱 蒜蓉 料酒 香酱 盐和糖 配置的料汁 泡上四十分钟以上 风干后 在吊炉内用荔枝柴烘烤 十五分钟后 皮酥脆 肉又滑 骨香甜 散发着天然荔枝香味的荔枝柴烤机 就可以上桌了 由于用料烤丘工艺复杂 荔枝柴烤机 并非客家寻常百姓的家常菜 而这道猪皮飘 那可是客家人逢年过节 喜事庆典必备菜了 但普普通通的猪皮 却被做成松软爽口 不油腻的客家美食 着实不易 猪皮丰盘了十五天 前后现在就放进烤炉 放进烤炉之后 让它取炮 吃起来更加爽脆松软 凤岗人的祖先都是移民群体 先辈们因长期饱受战争祸害 和自然灾害的苦难 而形成他们吃苦耐劳 勤劳简朴的品格 猪皮在很多人眼里是下脚料 而客家人却舍不得丢弃 想方设法把猪皮制作成美味佳肴 这正是客家人勤俭的体现 也是客家人生活智慧的体现 普通食材却被他们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萝卜板也是如此 现在我要做我们客家萝卜板 这个客家萝卜板最主要的原料有 最主要是糯米粉 蒸米粉 还有干葱 虾米 冬菇 最主要还有红萝卜 常言道 东吃萝卜 下吃姜 一年四季保安康 秋冬季节 萝卜大量上市 为客家人制作萝卜板 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制作萝卜板 不仅要用到粘米粉 还要用到糯米 目的是增加皮的粘性 而且馅料还要进行二次加工 馅料在配制过程 一定要炒香 爆香 您不是制作萝卜板 可怎么看怎么像包饺子 萝卜板顾名思义 不是扁扁的像板子一样的形状吗 一打听才知道 萝卜板不是板子的板 写法是左边一个米字 右边一个反字 米和反联合起来 表示大米制作的食品 板是客家化的独特称谓 大喜的日子 自然少不了客家黄酒 而客家黄酒 可不是客家男人的专属 维利梅今天要去看望 坐月子的外甥女 维利梅提的罐子里 既不是鸡汤也不是补品 竟然是客家黄酒 客家人的习俗就是这样 做月子的女人必须要喝黄酒 这是为什么呀 补身体啊 喝了以后了 孩子会催奶啊 买水多啊 客家黄酒不仅仅可以催奶 还有更神奇的作用呢 我像我女儿萌萌 她刚出生的时候 小孩子嘛 有点手脚冰凉 就是我怀孕的时候贫血 就是所以她有点贫血 手脚很冰凉 然后我就开始喝这个酒以后 喝黄酒以后 就是我自己身体暖和起来 然后我就逛来给她喝 她喝了以后 她手脚也暖和了 客家女人坐月子 不仅可以直接饮用客家黄酒 也可以用黄酒炖鸡 炖鸡的时候不加水 只用酒 客家人家家户户都会酿制黄酒 一般由家里的女人承担 据说酿制黄酒水平的高低 还是衡量一个客家妇女 能干与否的标准呢 维利梅酿酒的手艺 也是祖传的 借这个机会咱也学学 客家人是怎么把糯米 变成纯香的黄酒的 先把米泡了 泡了一个晚上 然后呢 找一个这个有漏的这个 再用一个棉布 垫上去 我看是纱布是吧 纱布垫上去 然后呢 把这个米立起来 控干水分的糯米还要蒸熟 饭蒸好了以后 先晾凉 晾凉以后 现在我们要装坛子了 装坛子之前呢 先放点去酒区 撒在坛子里边 然后再放一层糯米 蒸好的糯米 放下去 放了以后呢 又再撒一层酒区 一层糯米 一层酒区 维利梅说 也可以直接把糯米跟酒区 搅拌在一起 再放入坛内 黄酒顾名思义 是黄色的酒 可白白的糯米 怎么就变成黄酒了呢 现在呢 酒区放下去以后 米放下去以后 最后撒上这个 把它掏一个窝 最后放上这个红区 想放多少都可以 放多一点的话 颜色会更深一点 人人全面好开场 由于战乱等原因 让客家人流离失所 从北方中原地区不断地南下迁徙 而这种居无定所的迁徙 给了客家人坚韧的品性 有人就说了 说哪里有阳光 哪里就有客家人 尽管所处的环境位于偏僻的山区 但是勤劳的客家人 在自己的土地上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民俗文化 还有历史 好了诸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急 乡土告诉您 我们下期节目 一个古老的洞寨 庄严与浪漫共存 选款手喝鞋酒 款会里头讲究多 长桌宴翘姑娘 唱起歌来把客营 摘和糯 吃烧鱼 关键佐料填边找 挖蜂涌 抓榨猛 美味蛋白桌上摆 下期乡土 走进贵州省黎平县竹瓶洞寨 去看十栋款会这一天 人们的快乐生活